大家好,我是老默 今天咱们做的是来自江苏的葱油饼 来自六凤居小吃 外皮香脆,葱香浓郁 做法极其简单 要做好这款葱油饼,和面是关键 咱们准备中筋面粉200克 食用盐2克 食用油或者猪油20克 放完油之后,一定要先把油分搅拌均匀 不然和成的面团不匀 搅匀之后,准备90克水 天气比较凉,咱们用温水 夏天的话,就用常温水就可以 不过大家要注意,咱们和这块面 必须要偏软,不能硬 如果面团偏硬,做好之后 它的口感会发硬 做好的面团,直接包起来,饧面 不是发面,是饧面20分钟 松弛面团,就是让面筋足够放松 咱们方便擀开 面团饧好之后,放在案板上 咱们需要简单的揉制 这时候捏着非常的柔软 这时候咱们揉面也比较好揉 像平时做面时也是一样 稍微松弛一下,你会更轻松的干活 揉面还是一个要求 只需要把它表面揉光就可以 然后直接搓成条 搓条的时候不要太细 大概分成三份 三分之一出来 这个剂子大概在100克左右 剩下这一块面直接拢成一团 这款葱油饼跟其他葱油饼不同之处 就是在这里 要分成两块面 这一块面先放到一边 然后这一小块面 咱们需要把它擀开 擀这块面只有一个要求 越薄越好 因为它是作为内馅包在里面的 擀成咱们画面中这样的薄面皮 抹上一层油 这个油量不需要很多 一点点 然后撒上盐 其他调料就不撒了 盐味一定要有 需要准备葱白 这个葱白要全部是葱白 不能有绿叶 大概铺50克到100克 铺好之后 从一边卷起来 卷的时候一定要卷紧 不能松 这样后面擀面的时候 不容易把葱挤出来 卷好以后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边上 一定让它贴着面 不要挂着葱 整理好之后 从一端卷起来 卷的时候还是往紧了卷 卷得越紧越好 最后这块尾巴 不需要塞在下面 就放在旁边就可以 然后直接按扁 这样内馅的部分 咱们就算做完了 做好之后 先放到一边 让它稍微松弛一下 然后再取另外一块面团 咱们需要把它擀开 擀的时候 不需要特别薄 只需要把它擀得均匀就可以 差不多就像咱们画面中这样大 只要咱们包着方便 就OK 放上内馅 直接把它收拢起来 收的时候用包包子的方法 或者其他方法都可以 然后最后这个部分一定要掐掉 不然它底下容易过厚 口收好之后 直接放在案板上 先用手压一压 排一排气 做好之后 不要着急去擀 咱们需要用保鲜膜封起来 再次松弛五分钟 五分钟之后 你再来擀 就能轻松擀开 而且擀得比较匀 不会回缩 先用手这样按一按 给它按平 按大一点 这样做就是方便擀面杖的走动 不管怎么做任何一款饼 在擀的时候 这个力量一定要匀 尤其是有内馅的 里面气太多 咱们可以用牙签在上面戳上几个洞 这样就方便擀开 那咱们在家做任何一款饼 在擀的时候有气泡都可以这样操作 饼擀好之后不需要特别薄 一定要让它平整 让饼皮咱们就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需要预热电饼铛 这里要注意 加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 葱油饼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煎 再一种是炸 油分一定要多 煮出来之后才会更香 更脆 最后把盖子盖上 用中小火三分钟 时间到直接打开 基本开始上色 翻个面 需要再煎一下 让另外一面也要上色均匀 翻面之后还是中小火三分钟 再次开盖以后 葱油饼基本上就算完成了 它完全骨包 说明已经熟透 像咱们画面中这样的颜色 直接出锅 盛出来之后 快速给它分割 分割完之后直接上桌 葱香味特别浓郁 外面一层也比较脆 咱们在家里面做的时候 主要注意好 面团一定要偏软 葱一定要用葱白 而且量要多 再一个盐味一定要突出 不要加其他味道就OK了 好了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呢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再见